大S跟王小菲举行的这个白色婚礼呢 一个昨天是说特别愿意 另一个就是大S他也回答 他说超级愿意 结果呢本来在一旁的宾客 本来大家都已经是感动落泪了 结果一听到这样子的回答呢 都笑了出来 那么也看到他们两个人很幸福的 站在白色鸟笼宣誓 并且在里面交换戒指申请永稳 王小菲喊出特别愿意 大S则是回应超级愿意 现场一片浓情蜜意 大小婚礼星期二下午四点半 在海南岛登场 大S一行希腊风的白色礼服 脱体长头纱 王小菲也是一身白西装 就连步道离胎也全都以白色做主色调 走过长长的白色幸福大道 大S弯着汪小菲 表情看起来很激动 两个人在渺龙宣誓台 为对方戴上戒指 在深情勇吻长达五秒 护许终身大事 这一刻让所有人都很感动 大S忍不住掉泪 汪小菲还捧起大S的脸 帮他试泪 这是现场刮起一阵大风 让大S的头杀整个飘起来更显浪漫 仪式完成后 两个人走向草坪上的星星地毯 四百多名官吏情友 兴奋的大洒花瓣 现在新人开始抛锈球了 正常婚礼 从新界里就看得出巧思 蜡烛由日本空域过去 摆设全依照新娘喜好 户外以摆设为主题 室内婚宴现场则以蓝紫色为基调 餐桌上还装饰的餐巾纸 还印有代表两人的图案和文字 就连洗手间地板也贴上我爱你 好友则特制这对可爱公仔当伴手礼 而刚升格当婆婆的张岚 旗下的翘江南餐厅 更以分享大小婚礼为题 免费附赠百合红豆沙甜品给客人 做足了宣传 中间新闻台北海南岛综合报道 好说真的看了这场婚礼之后呢 我们只能说这个主角是甜蜜的 亲友呢是开心的 但是呢记者呢是无奈的 那观众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好这个盛美我们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 也当然有谈到了 就是这一次这个婚礼之所以这个影剧圈 还有甚至媒体界 大家这么样这么样的瞩目 毕竟呢他们还是今年的影剧圈的大事一桩 那当然看到了这个婚礼 大家感觉感受都不太一样 不过从昨天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是温馨幸福跟美满的 不过并没有狂风暴雨啦 只是说delay了半个小时 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而已 你来先谈一下你昨天看到这段画面的感受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大S跟汪小飞 应该还没有看到台湾媒体对他们的报道 我相信如果他们看到这个新闻影片 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 为什么后悔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拍摄方式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原先就是 你不准拍我谢绝采访 结果他只让大陆这个网站 这个人进去拍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画面都是背部的 也就是说这个婚礼你挡也挡不住 你与其要拍成这样 你不如就让大家进去吧 我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大S那个高高的头 女王头 那至于他这个衣服的细节 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网站上 应该各个部落格啊 Facebook应该都有很多他的亲戚朋友 都会po上去 其实就是搜狐娱乐的张长阳 他是伴郎嘛 对因为他是汪小飞的好朋友 不过我必须我想讲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很祝福他们 尤其我要强调就是说 这次这个婚礼他跟以前的我们看到 比如说女明星 女主播嫁给大陆的富豪 或者是我们台湾狼曲这个大陆 也是完全不同的 更何况大S的财富甚至超过王小飞 这显示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女生 他已经有他自己幸福的选择 那他也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但是从这个婚礼看到很多那个文化的差异是蛮有趣的啦 包括你看他们去炫耀他们的财富 然后原先不希望你们采访 可是他就让他的这个媒体朋友进去 就搞得这样子就是感觉很混乱的一场婚礼 那整个看起来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我们也要学习就是说 因为现在两岸通婚的状况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台湾女生 甚至很多女记者 我知道像我的朋友里面 有个女记者狗仔 她到大陆去采访 然后认识了北京的狗仔 她后来就直接住到北京去了 也就嫁给了那里的记者 但是才两年时间她又回来了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婚礼不只从一个八卦的 那个娇娇包很好看 他那个投书的其实还可以更好一点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说两岸这种通婚的状况 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要注意 其实那个文化差异真的是蛮大的 的确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这一些的这个婚礼的安排 你可以看得出 就是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一对新人准备要结婚了 然后要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 可能两个人呢 后来会吵翻了 吵翻了 就是为了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呢 闹得反而很不愉快 然后干脆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整个安排上面呢 其实是以夫家为重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张兰跟徐妈妈 在一块的时候 张兰女士都是先发言 徐妈妈都是静静在一旁 等到这个张兰给他使个眼色啊 或者是让他来来来 然后呢 这个徐妈妈才会过来 也不讲个几句话 那也可以看得出就是新人 这一对夫妻 还有他们的双方的这个家长 亲人们 感觉上似乎都有 有非常多的一些默契存在好 义鸿哥你有话要说 我看这个婚礼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感动 也没有感觉 我当然有一些我是觉得 结婚是应该制服他嘛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你不是那么有钱 你炫耀 你在炫耀什么 炫耀你的有钱 还是炫耀你的排场 找到山兰那个地方 那饭店真的很高级吗 造成那个蛋糕看起来不是很好吃 太阳也很大 风也吹成这个样子 只是比较好玩的 一个说我很愿意 我超级愿意 也不敢人嘛 炫耀婚礼是最无趣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经验 婚照照完之后 一辈子都不会看 照完觉得很贵 一辈子不会再去看那个结婚照 不会 那以早期为什么 对婚礼很慎重 就是说因为男女 比较保守嘛 结婚之后才可以同床共争 现在不是啊 还没有结婚之前都睡坏小孩了 那你结婚只不过是 补办一道手续而已 那补办手续这个 有的是为了炫耀的 有的是为了应付 那这些细节 这边炒来炒去 但是又不得不 装成很幸福的样子 等到结婚之后 外界压力来 我不是说他以后会不好啦 而是说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美好 尤其你拍成这个样子 真正的考验 就是现实都在后面啦 不是在这个婚礼上面啦 不是 这个婚礼也没有 像一般婚礼让人家感受很温馨吗 没有啊 你觉得这个婚礼很温馨吗 或是很豪华吗 或是让他你觉得怎么样 很新奇 标题我都写不下去 我这婚礼是什么 这婚礼要呈现什么 刚刚一红大哥讲了一个说 感动的问题 其实我今天 我一直想带一张照片来 可是我后来想想 我又想算了 因为我在我的网站上 有一张照片 是我珍藏了很久 就是大S大概在五年前 他拍一个求婚事务所的时候 跟蓝正龙拍婚纱的戏 那是剧照是不是 剧照 可是那一年 他真的很想嫁蓝正龙 那张剧照非常非常的感人 你知道吗 就是蓝天绿地 然后只有一场一个桌子而已 没有任何的亲友 然后大S白纱 还没有梳高头 也没有披那个很长 就穿了一些白纱 然后他抱着蓝正龙的腰 然后两个人看着天空 很感人很感人那个画面 就是那个真的会让你感动 那一年他真的想要嫁他 可是因为蓝正龙比他小 事业又没有成 所以没有结成婚 可是昨天这个为什么 大家就一直在想 除了港台媒体 大陆媒体都骂成一团 像今天早上我们打电话去 去给那边很熟的记者 他们就说 真的是被当贱民这样看待 他们是住的很 怎么说啊 住的是 他们住的饭店里那边有40分钟 因为饭店被他们包了嘛 他们要过去要住 而且还是很贵 他说一天大概要七八千台币的饭店 大概台湾媒体都住那边 然后要车子 然后计程车很贵很贵 从那边 从他们饭店 搭到这个饭店 大概要一千块 一千块台币这样的价钱 然后到了之后 就是从早首到晚 什么都没有 那个地方连个遮蔽的地方也没有 后来是张兰 突然良心发现 帮他们搭个棚子给他们 然后有人想要去租船 你知道吗 想说可以绕到海上去拍 一问那个船 一小时 昨天我们中天记者 特别还连见的时候 有这个考虑过 都非常非常贵 他说有人还铺带那个 从那个暗礁里面 假装 假装那个这样 就被探照的晚上 有那个狗仔晚上 然后有人是白天 什么花招都使劲 他们就说很可怜 然后他们最气的是说 大S跟汪小菲 从头到尾 本来说昨天下午4点半要出来 跟大家讲几句话 拍个照就进去 最后也是没有 可是为什么大陆的搜狐网 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不同调 因为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朋友 都是大S亲自传简讯打电话 说不要拍照 不要什么什么之类的 而且所有的朋友都照做 因为台湾的这些好朋友 真的照做了 可是大陆的是汪小菲 张蓝联络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照做 全部都翻了 所以大S为什么这么配合 这么大女人 这么女王个性的 他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么顺从 这个在那边的记者 当场的记者就说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因为大S从我们的机场 到三亚到昨天婚礼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出 有一组照片非常明显 就是只要大S出现 旁边就是层层的保全 跟好友把他团团围住 就是在保护他 然后就说不让人家靠近 也不让人家拍到他 很细部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又就是很盛传 就说他应该是怀孕了 所以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已经这样子的 他希望可以很快的安定下来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包括他的婚纱 包括他的造型 听说都是张蓝 他的婆婆一手主导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 非常非常听话的媳妇 但是我想补充一下 我觉得不只是因为他可能怀孕了 因为许妈妈的作风本来就是 我们是要嫁女儿嘛 毕竟我们不是娶媳妇 我记得那时候 小S的婚礼在台东的时候 许妈妈也都是让他们 夫家来主导 我觉得这是对的 因为毕竟这次是 因为我们的习俗也是这样 今天是傅家摆这个席 就我们就尊重傅家请的客人 而且他们在发言上 他们也都是到最后记者逼急了 那个黑人才把这个 就是所谓的伴娘团找出来 就让记者稍微采访一下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啦 对而且像其实 刚刚常宇讲的重点 就是说其实这个记者 为什么这么火大 是因为实在是难度太高了 而且觉得好像有一种 没有被尊重的感觉 那你可以让我讲一个小八卦吗 很小的八卦大家都不知道 这次呢港台媒体去了快200人 有一家媒体一个记者都不去 一个都不去 就是我必须想讲 因为徐妈妈为了这事情 曾经跟我抗议过 徐妈妈有一次问我 打电话问我 徐西元跟徐西地的妈妈 就说盛美我问你 为什么我们家西地的新闻 都只有邮票 我们叫邮票 就150个字 那我就跟徐妈妈讲说 徐妈妈这跟她的分量没有关系 跟颜色有关系 那徐妈妈就说那我知道了 那这一次呢 因为又是在三亚举行 所以这个媒体就决定又说 就是不去 那我就给你比150多一点 那就400字好了这样子 那他400字的内容呢 都来自网站 但妙就妙在 刚刚妍杰讲 当你们去爬椰子树 晒太阳的时候 还不如那个网站 住在办公室在网站上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才会气 就是有一个三天 然后至少花 一个报社至少花10万块 那个电子媒体都不止 我认为台湾的媒体 真的有记者公会还是怎么样 大家以后对这种 像类似这种张蓝这种 血绝采访的 就真的给他血绝采访 一个人都不去 然后以后大陆的网站也不引述 联合抵制 给你消失两次 你就搬到来采访 就是说其实张蓝 汪小菲是替大S 断了台湾媒体的后路 真的 他们得罪光了 感想是这个样的